位於港灣道的灣仔游泳池 康文署網頁顯示只是給團體訓練用 但根據泳總的自訂計分制 海天泳天這類型駐場泳會長具榜首 壟斷泳線造成評分高者愈高 而俗稱升會的觀察屬會 連投票權都沒有 這類型細泳會發展就越來越難的現象 聲稱因為利益衝突 不獲俗泳總屬會的泳圖會主席陳仲為止 現在的計分制非常矛盾 聲會是在觀察中的 在觀察中的會員是告訴你沒有什麼成就 所以要觀察你 但這跟他們的原理是相反的 你不讓泳士去訓練 他們在河內 他們在河內會有成就 一路在由公海 你做我我做你怎麼會有成就 是否反轉是傾盈的這件事 泳總表示按公開公正的機制 將所得的主持泳線分給泳會 就算這些細泳會有章梁計 找到方法訓練泳手 大泳會亦都有過場梯 會場池 主動招攬一些有資質的泳手 轉會場分 其中一個戰場就是清描計畫 除了主動招攬 陳仲維以自己為例 一個好的教練如果識財愛財 最後都只能將好的泳手送走 如果要栽培到他更加厲害 我真的要捉五天給他練習 如果我的會真是細會的話 我捉五天條線只有一個人的話 自己教都沒有人 加上康民署也不會給你濫用的資源 陳仲維批評 現在的泳總太多問題 有需要成立一個監察會糾正改善 康民署對本部有關懷疑個別泳會 交由私人公司收學費的報道十分關注 並表示要求泳總就本部的報道 提供詳細資料以供跟進 我看到沒有希望有關懷疑的資料 我覺得要是有關懷疑的資料 我可以借付我的資料 我會讓你加深刻的資料